因为她现在在吉林工作 我在长春 我俩属于异地恋 你们俩谈恋爱那会儿 那时候没有 后来怎么异地了呢 主持人其实吧 我原先是在长春工作的 我现在在吉林 但是原先我俩相处的时候吧 刚开始挺好 后来就有一些小问题 我的女朋友 她脾气特别好 她都不能给我发火 她一般回家比较晚 所以晚饭大部分 几乎都是我来做 我把饭做好了 我等到俩俩一起吃饭 吃饭的时候 可能是她觉得我菜炒鞋子 然后就把碗和筷子一整扭头就进入 本来有的时候 你做菜就非常咸 我都告诉你 你就少放盐 你只得放两勺 怎么就咸呢 我就放一勺盐 她一炒土豆丝的时候 本来几分钟就能炒好 她都得炒个十多分钟 最后都变成土豆泥了 什么十多分钟 那菜不是炒熟的吗 要咋吃啊 特别不关键 就是我有的时候 然后我在就是卖衣服的时候 你自己经历一个服装店 这个意思吗 对 我正卖衣服呢 她就给我打电话 就是没有时间去接电话 她就一遍又欲言地再给你打 那你说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在卖衣服 你也没跟我说呀 那我那时候不在忙吗 那我不是担心你 我才打第二个地丧的 总之你就是磨叽 这不是关心你吗 这跟磨叽有什么关系啊 她总说我收拾屋子 收拾时间长 嫌你收拾屋子吗 对 她收拾磨磨叽 收拾半个小时就能收拾完啊 她得收拾一个半小时 其实她这个收拾屋子 根本就不是我磨不磨叽的问题 是我压根就不想给她收拾 因为什么呢 你要嫌烦了 你不想收拾 你告诉我呀 我给她收拾完了 第二天完她又造皮片的 那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而且她有个特别不好的爱好啊 她特别喜欢喝酒 那我不是为了维护我的客户吗 关键是你一喝完酒之后 你回家之后 她就给我打电话啊 她一给我打电话 准就让我去她家给她收拾屋子去 没别事儿 然后那个什么钱包啊 手表啊 电话啊 什么耳环的戒指啊 扔了可递都是 然后她东西找不饱了 第二天找不饱了 她也怪我 她也冲我发 那我都告诉你了 我的东西你别给我滥放啊 我也不住在你家 我跟你手术还手术错来了 她说你给我滥放 我都找不着了 行行行 那不是你喝多了这事儿吗 而且她一喝酒吧 在外面又喝得特别多 你跟她去喝过吗 你陪她去过吗 我没陪她去过 是这样的 就是吧 她你说她皮不好 她一喝完酒 皮肯定就是更不好 然后那酒吧里 你什么门都有 你说万一碰了一个 跟她脾气 就是一样冲的人 俩都得超出来了 怎么办 我就特别担心这事儿 所以我就提出过 想跟她去过吧 我愿意去喝酒吗 喝完怪难受的 那为什么我想跟你去过吧 你就是推上主宿的 不知道我去哪 那你说我身边都是女孩 都是我的闺蜜 又没有男的 我上哪儿了 我都告诉你 再一个 你说我们女生之间 谈的话题 你说你能插上嘴吗 你又喝不了酒 喝一两瓶你就倒了 你说到时候咱俩谁 照顾谁 我问一句啊 这个怎么就异地了呢 谁要去异地工作的呀 他又去异地工作了 你为什么要去异地工作呀 因为吧 是想放弃这段感情吗 不是想放弃这段感情 不是因为吧 我之前在长城上班 但是吧 那个公司 它底薪比又低 它还是属于业绩和提成走 然后呢 我现在在基金上班 这个工作性质吧 和长城那公司不太一样 因为我现在的基金 他属于正式工作 就是什么都比较稳定 然后我就特别想让他 跟我一起去基金发展去 当时你要去的时候 跟他商量了吗 其实我跟他商量 他也是不太同意 你是强行去的 因为确实也是我以后考虑 好 因为我有自己的服装店 之后呢 我的就是父母岁数这么大了 都五十多了 完了身体特别不好 我爸爸腿走道什么呢 不太方便 完了之后你说家人 还有朋友啥的同学 都在这边 你说我到那边了 我这边服装店 我都得冷 到时候一切都得重新起步 嗯 听明白了 当时没留他呀 我留了但是 是我也不这么逼你 有段时间 我从长城 基金来回通缉 我早上在长春 大概是五点钟起床 然后 不堵车 情况下到火车站 是二十分钟 堵车大概 半小时到四十分钟 然后买六点半左右的票 七点十分左右到吉林 八点之前到单位 嗯 每天我四点半下班 下班了五点钟 左右到火车站 然后呢 我也是买五点半左右的票 六点十分左右到长春 啊 但是他有件事做的就是 让我挺寒心的 让我挺记忆深刻的 你说你说 今天年初的时候 嗯 我请十天年假 来看他来来长春 本来想多陪他 让他多陪陪我 结果呢 就陪我待三天 剩下七天 又跟他那些什么 所谓的闺蜜啊 客户喝酒是吧 那我不是闺蜜过生日吗 我一人就陪他们一天 我陪你三天 还不知足啊 好 我问问 男生你是怎么考虑 就是在你想 去跟他异地工作的时候 你怎么考虑 你们俩的感情的 怎么想的 就说他跟你一起去是吧 对 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 原因 如果他不去呢 你当时怎么想的 考虑过吗 我考虑过就是 也是这么来回通勤嘛 因为 我觉得也 他一时间可能也是 答应不了 听明白了 你是希望通过你自己 两地跑的这种 状态 你希望他能有所改变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吧 我发现就是 我坚持着能有大半年 大半年左右 但是这个财力啊 还有物理的精力 实在是跟不上 这个津津两地 有一些双成绩的 年轻一组 来回跑 看来现在祖国各地 还都有这样的年轻一组 挺好 挺积极上进的 问问女生 今天是你要分手吗 对 你确定是你要分手吗 是的 你舍得这个男生吗 不舍得 但是 那为什么要分手呢 我 毕竟我的服装店 也在这儿 还有我的家人啊 朋友 你想分手吗 我不想啊 这女生按你说来 也没对你怎么好 你为什么就不分呢 但是我觉得她人 比较真实啊 而且她吧 她比我大 所以吧 我觉得她有时候 就是挺会照顾人的 她照顾你吗 饭不是你做吗 屋子不是你收吗 可能 你也不喝酒 不是你照顾喝多酒的她吗 但是我可能我觉得 她照顾人的方式 不太一样 哦 明白了 可能就是比较强硬了 或者是命令的形式了 哦 因为她脾气极一样 听她说的不是她照顾她 是她照着她 对 对 就是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女生坚决要分手啊 不是拿分手做个幌子 让人把工作辞了回来吧 啊 其实想让她回来 但是 她毕竟有她的事业啊 但是我觉得 咱们两个还是 给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才能考虑以后啊 行吧 听明白了 到底是为了分手还是别的 你们心里都有数 老师们跟着跟明镜一样 啊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奔卷 我看他们两个 真的蛮互补的 嗯 一个慢 一个急 嗯 另外姑娘 我先问一下 你现在不想去 接龄市 关键 就是离不开父母 对 还有朋友 你很真实 很坦诚 还有一批朋友 一批大家一起喝酒的朋友 对 我并不是说 女孩子不能喝酒 喝酒是要有节制的 但现在矛盾就放在这里 你让一个大小伙子 现在这样 吉林长春 每天双地 这么来回 长此以往 确实受不了 这个我认为不是长久之计 这要影响到你们感情的 虽然吉林市和长春是不远 这一点我认为你是要考虑的 另外 现在很明显 你们两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 如果你们心中真的有对方 也能够为对方想一想 能够为今后的婚姻生活想一想 那么这道选择题是不难做的 题还是你们自己做的 好 谢谢 谢谢薄红兄 来 夏老师 所有刚才余老师说的一切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基于女方对男方有足够的爱 没有这个前提的话 那刚才所有的选择题 都是死结 都是无解的 那其实我也理解 女生的一些心思 就是包括女生聚会 不希望男友来打扰 这个说实话确实有的时候是 就是闺蜜在一起聊天 不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出现在现场 因为我们骂的就是男朋友嘛 对吧 你们在现场我们还怎么骂呀 对吧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 一帮颜值高的闺蜜在一起 会招来更多男生的目光 这样呢 这些闺蜜在一起 就能享受到一种虚荣的感觉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呢 当然不希望男朋友在场了 你想想 做五六个 七八个 这么好看的姑娘 然后那边有一帮男生正在看呢 突然出现一个小伙子 然后把其中一个姑娘领走了 说这是我女朋友 你觉得还有那么多男生 会把目光投给她吗 妹妹 我说的对吧 对 你看 所以这个就是原因 但是说这个的原因 我想跟女孩说的是 活在虚荣当中 这个永远都是幻影和泡沫 早晚有一天会灭的 那些像你投去羡慕 或者说暧昧目光的男生 也只是想要跟你搭个善 没有后续的发展 如果一直活在这样的虚荣当中的话 你的日子是过不踏实的 你现在需要静下心来看一看 谁是真正能跟你过日子的人 如果你要真的想要选择一个 跟你过日子的男生的话 他比较合适 但如果你心还没有定下来 你觉得我现在还希望 享受在这样的目光当中 那就请告诉他事实 让他走 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男生 不应该被功夫 因为他说喜欢你的坦诚 喜欢你的真实 那你的坦诚和真实 恰恰就应该在这个时间 展现出来 是对他也对你好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的借口 和很多的理由 其实一下就会被戳破 但是就看你怎么去 面对对方 如果你要是用一颗真实的心 告诉对方的话 那我相信这些理由和借口 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如果你用这些理由和借口 来挡住你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以他为当作借口来 阻止你们之间的发展的话 告诉对方我还爱你 我不希望你跟我分手 那就是你做人的不厚道了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谢谢 来 图老师 好 现在只不过是暂时的 等小男生长大之后 这一切终将过去 现在只是粉丝和偶像 之间的关系 但有一些偶像是 经不住揣摩的 你比如说我来揣摩揣摩你吧 他们说你坦诚并且真实是吗 我不认为是这样 坦诚和真实 是因为一个人要把自己 真实的一面 弹露给一个我非常在乎的人 我不在乎的人 我可能会包裹自己 只有在我最在乎和最重要 最爱的人面前 我才会坦诚最真实的自己 那是因为我在乎 你不是坦诚和真实 你是放肆 放肆和坦诚真实有什么区别呢 放肆就是 姐就这样 你爱要不要 我就要喝酒怎么了 说晚上喝到几点就几点 你能拿我怎样 我真实吧 你爱要不要 但是在一个不成熟的男孩子面前 你的那种放肆和不羁 在他看来 倒是一种诱人的洒脱 但我告诉你孩子 这不叫洒脱 这叫什么洒脱啊 他口口声声说 他的应酬是为了工作 其实根本不是 不过是为了沙纳口中的虚荣 和纸醉金迷 他喜欢那样的日子 所以就更不要把什么父母当借口 所以我告诉你 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 不是坦诚和真实 而是固执地想要放纵自己 和放肆自己 我说白了 其实你在他心目当中 不过是一个跟随的小弟弟 而并不是他心目当中 真正的爱人 如果你真的有吸引力 他不会出去跟闺蜜在一起 而是会在你身边 哪怕留一半的时间给你 我就纳了闷了 一般的男人都喜欢 在一个小女人面前做男子汉 你倒要变成了女汉子身边的小男子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独立 独立 他当然独立了 你觉得他所谓的独立 就是好像他争得起很多场面 他自己挣钱 他自己出去玩也不带着你 恰恰是这种独立 说明他不需要你 我们认为一个爱情生活当中的女人 人格要独立 经济要独立 工作要独立 但是情感上一定要有依赖性 如果他独立到连情感都对你没有依赖性 你想想看 他对你会有依赖吗 你觉得他的这种独立 对于你来说 还有什么诱惑力呢 好 谢谢图老师 男医生 你们俩要的东西不一样 女生要的是一个真的能照顾自己 对吧 能帮你扛起父母这些 能给你分担的 能够依靠的一个男人 对吧 所以你想清楚 明明确确地跟男医生说清楚 不要藏着掖着 因为他很年轻 二十郎当岁的一个小伙子 刚入社会 他哪有老师 他们这么睿智的生活目光啊 他没有 所以他看不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 反而就他说那句话 哎呀 我觉得他能照顾我 至少在心理上他是依赖你 那你更应该跟人说清楚了 小子 我父母怎么办呀 你现在还不能独立呢 你还跟我谈独立 你跟我谈恋爱 你还要漂到外地去打工呢 我怎么能跟你啊 我现在一个人 我开这个店 你帮不到我 你还让我把这个店关了 跟着你去 你帮我看了 都别说付租金了吧 你帮我看过铺面吗 你觉得我在那能生存吗 这就是现实 我相信一个二十八岁了 做了不少年买卖的一个女人 这些问题他不想 那他都说明他傻 他一定是考虑的 可是这小子没有一个回答 哪个问题回答过 他说的是 我不厌其烦地跑过来看你 就这个爱其实 爱得挺纯也挺真的 但是这毕竟是生活 所以就是今天这个局面 女神发自心里的话 不就这个吗 我要分手 是因为我觉得 你不能照顾我 我希望找一个 可以照顾我的人 你可以不能照顾我 但是你至少能够有对未来生活的规划 也没有 你能给予我的 只有你说你爱我 但是你的这些爱 是不是我需要的 你想清楚 听明白没有 其实就这么点事 就这么点事 也别怪他 三年我相信 你们一定有那个甜蜜的时刻 享受到了彼此那种真情付出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都不为难自己 也别为难对方 好吗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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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三年的感情了 我觉得 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你说你为你父母 那我可以在吉林再努力两年 为他们买一套房子了 付一个首付了 然后房贷 拿我的工具金来还 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 而且你父母身体不好 现在吉林的医疗 条件也不是那么差 你就不能再考虑 考虑跟我回吉林吗 行了 行了 请亮灯吧 24是吧 年轻时候都这样 不懂得变通你知道吧 我我就是爱 能能体会到你爱他 女生 有些时候现实是要考虑 但是真情有的时候 复掉了可能真的也就不再有了 所以这也就是人生的难 都考虑考虑吧 今天反正咱们这个话题 也不是说要结婚吗 我们不是保卫婚姻吗 我们是保卫爱情吗 如果你们觉得有爱 你们继续再试试 如果你们觉得连爱都没有 千万不要凑合 男生 谢谢两妹 请回吧 谢谢两妹 请回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